我想要請問部長喔 你現在幾歲了 抱歉喔 這樣很抱歉嗎 請問你幾歲 幾歲 你可以做部長幾年 要創什麼歲 因為你剛才跟我們保證說 風力離岸風電還是我們光電產業 你保證他一定會去好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部長 部長請 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喔 昨天你說 我們前天才在說 口罩已經達一千萬片 你剛才回答的時候也說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口罩外交喔 是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口罩可以說上個禮拜是820萬片 然後這個禮拜我們平均日產能920萬片 但是呢 像昨天跟前天 我們都有超過一千萬片以上 最主要呢 我就強調每個禮拜七天的平均日產能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有時候廠商要休息 但是呢 單日突破千萬片已經有了 有我聽到你剛才說我們四月份就會到一千三百 四月份因為三月底還有30台的機器 會有三百萬片出來 所以一千萬再加三百萬就是一千三百萬片 每日 所以 我剛才聽你的意思是說 日本已經想要跟我們採買口罩嗎 這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過去了 日本的這西零零零零的口罩 都是我們中華家 就是你的選區 這超級新鮮的 沒有啦 我跟你報告 沒有啦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把官罩出口 所以說我們中華家的口罩工廠 就總共沒辦法出去日本 這樣 他們透過管道說是不是我們可以開放出口 我說要先國內優先 所以你意思說如果口罩外交不是在決定的 是有廠商自行決定就對了 不是 不是 要先說清楚喔 他剛才說的是民間交易 外交是政府跟政府 這就是國內口罩穩定供應 國內優先滿足了以後 有疑慮我們再次來做防疫外交 可是現在義大利全國都已經封城了 那未來有可能 因為歐洲的邊界是沒有控制的 未來有可能會蔓延到其他相鄰的國家 像法國 德國等等 有 我昨天看的真的很恐怖 那個整個這個確診室真的是跳躍室在成長 我還想要問你說 這對在歐洲對我們在國家的產業喔 是不是在歐洲地區有相關的零組件 會不會有受到相關的影響 你有沒有進一步的評估 從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概依產業界 大概我們產業界都很有這種緊潔性跟敏感度 他們看到以後他們就趕快去分散他的料言 在地區上會去做考量 所以你是說你們現在沒有進一步的評估 你們都交由廠商自己去決定 喔不是不是這個是所有的企業 他自己的關鍵零組件 他都知道來自什麼地方 然後來自什麼地方 那你有卡彈給他嗎 你剛才說你都有叫工業局長卡彈給我們台灣 我也知道要再開會叫大家來 我跟你說這樣比較快 你是不是要趕緊讓我們在國內的廠商 因為下一波會影響到我們經濟成長非常的嚴峻 我跟委員報告企業的事情 企業人會先煩惱 有困難需要政府也跟我們說 不要政府揭露說 每間企業你都要幫忙做 那不可能的 我們就是要先企業自助人助天助 這樣一步一步來 有困難需要政府我們會幫忙 這樣 喔 部長我看喔 不一樣的委員問你一樣的問題喔 你回答的答案都不一樣喔 沒有啦 不會啦 我剛才看那個周圍問你的時候 你有回答的答案 不是這個周圍另外一個周圍 回答的答案就不一樣耶 不會啦 它有什麼不一樣的 你說你就可以自己卡電位 又叫工業局長自己卡電位 我跟你說喔 我們平常說第一遍我都親身口 因為要召開國安會 我都親身卡喔 那卡電位之後 像最近口罩還沒用 我請求中卡 現在來我為了要怎樣 前面掌握 我就叫這些三葉來 來經濟部開花了 我必須要跟 我本席必須要跟我們部長講喔 其實未來台灣的經濟會不會復甦 以及喔 雖然目前我們的台灣 我們的國家口罩隊喔 的表現非常優異喔 可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一定是台灣經濟的復甦的問題喔 那現在可以 預見的是全球的經濟都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從美國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喔 那所以 這個一波一波啦 對 第一個先從亞洲 亞洲呢 已經蔓延到歐美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這是事實 我現在又問你 我們的再生能源和離岸風電的問題喔 他剛才其實你回答我們趙偉 關於我們 你說喔 你保證 他一定會蓋得好 我想要請問部長喔 你現在幾歲了 抱歉喔 這樣很抱歉嗎 請問你幾歲 幾歲 你可以做部長幾年 要創什麼歲 沒有 因為你剛才跟我們保證說 風力離岸風電 還是我們光電產業 你保證他一定會蓋得好 我跟你說啦 委員啦 像太陽兩隻都一兩年而已 這不說跟幾歲有關啦 一兩年而已 很厲害啦 離岸風電都兩三年而已 所以你意思說 你還可以 說真的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我也看得到 你說因為你說你保證 還有 政府就是要有這個台頭 我還要跟他保證 你有沒有說喔 我們中華人怎麼說這個離岸風電 你有沒有感覺沒有 中華六天 拜六禮拜 那個惡徒在六天街裡走 你有沒有看到 你不知道我們怎麼說 這是掛我們的頭 去抹我們的拼 這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你台語很好啊 這是什麼意思 倒去 我們台灣人要負責 外國人都要負責 什麼叫做倒去 欸 他剛才有發電 你不好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有發電怎麼可以我們買喔 所以不會倒去喔 沒有沒有沒有 委員你要聽清楚喔 對不對 我跟你說喔 他是有發電才會 台電才買喔 所以倒去是他們家的事情喔 他不故意借我們台灣銀行的錢啊 三一會 我告訴你 你現在把我們台灣的銀行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加外國的銀行為主 國內的銀行為輔喔 這你要注意喔 這是這樣喔 你看清楚喔 這會這綠色金融是形容這樣喔 國際接軌是這樣來喔 我們這個部分喔 我們這個部分喔 這個部分喔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再提一個專案的報告喔 因為目前是疫情的問題為重喔 我很怕你喔 火藥穿完之後 我們的口罩產量 因為你給我告訴嘛 那口罩產量 不是每天都一千屁嘛 會隨著生產的那個 所以我現在要把你的身體顧得好 感恩啦 對 要把你的身體顧得好 他的基礎 就是他要把他的基礎 他的太陽能板都要過好 他有發電後 才可以賣喔 台電 台電才用錢賣 所以說他要過好 不是政府過好 是他要過好 不然他就沒差他住在家 所以說他比我們更緊張 他比我們更緊張 他比我們更緊張 未來是我們台灣人要用電 對不對 我問你 世界各國都一樣 就是有這個商機 世界各國都會對 像我們以後 我們現在喔 我們在這裡聯繫 我們也是要去外國 我現在喔 不要再跟你說下去 因為喔 現在疫情為重啦 不僱我要見請朝偉啦 未來在疫情趨緩之後喔 我一定要請相關部會 再來報告再生能源等等的問題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我來跟你報告啦 說得比較少都沒關係 你自然這麼關心這好事情 對 這我會來跟你配合 你放心 不一定要報告給全部的人聽 那沒問題啦 那比較過去已經報告過六遍了啦 對 一定要報告 這大家都 我知道 你現在說我現在已經沒聽過 我以前在電視也有聽你說過 有啦 不僱喔 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台灣很重要的事情 不僱現在疫情為重 那沒關係 我們全台灣全世界都會關心這意 不過未來一定還要來報告啦 那沒問題啦 我們會配合 謝謝 好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蘇政卿委員自信 謝謝 謝謝 謝謝